XML,我是觉得 好像直接用Nordepay++开 虽然它也是可以格式化 这边有一个语言,有没有 一样可以,它有一个XML 可是好像它格式化的结果 反而我觉得 似乎好像没有用网页 网页你会发现它这个地方还可以有一棵树 这个可以展开 这样看好像比那个在用Nordepay++来看 好像似乎来的更直觉 所以以后如果XML,你干脆直接把它用浏览器开 相对的比较会有结构性 OK,所以 这个我就没有特别去找像Jason那种Editor 因为Editor的话,其实主要是结构 我是觉得工具主要是辅助你去查看这个资料 解析它 不然的话像Jason如果没有这种 那个什么,像这种Jason Editor 说真的看起来真的很累,有没有 所以就这Editor真的还蛮 蛮适合来帮助我们解析 另外XML就是 直接用网页来开,它会比较直觉一些些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假设已经知道说它Data 然后5个,那我如果希望呢,把它怎么样呢 下载下来之外 并且把它转换好了,转换成CSV 那应该怎么做呢? 其实非常简单 主要的话呢,我们是利用什么? 利用有一个叫Element Tree 的一个模组 Element Tree里面的话有个Get Roots Get Roots的话主要,什么叫Roots 实际上呢,就是可以把它想像成一棵树 那这个就是它的根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Roots 这个Roots里面就包含这些Data 那这些Data里面就包含这些栏位 那我们呢,就直接针对什么呢? 这里面的Data 的第几栏 第几栏的话,这个是第0 这个是1 这是2 这是3 所以总共会有5栏的话 那编号从0开始 那我如果你要取到里面的资料的话 只要跟他讲说,这个Data里面的第0栏 里面的.test 里面的资料就是一个属性叫.test 那我就可以取得里面的资料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呢,如果把它写成对应的程式 那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直接,这个程式的话 基本上你们可以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2个步骤 所以我在云端白板的第26页 这边有个步骤2 利用Element开档跟解析 那因为Element Tree比较麻烦 因为呢,它的来源不能够是一个变数 只能够是一个档案 所以呢,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我们刚刚有没有,有个存档动作 存档主要就是为给Element Tree 所以Element Tree它只接受档案 这比较麻烦 但是我是觉得 它是我所有找到的模组里面最简单的 最简单的 OK,所以为什么一定用它来 虽然它的缺点 但是瑕不掩瑜 OK,我觉得它最简单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解析 第一个的话呢,如果要把Element Tree 把它叫进来的话,一定要 import它 那因为它的名称太长了 所以我取个别名 S后面的话叫ET 这个别名不取也没关系 比如说将来我们可以用比较短的名称 OK,SET 那是从哪一个呢? 从这个套件里面的这个模组 把它转换成这个名称 那它这个模组里面的话有一个方法 叫做点Path 特别是点Path这个方法的话 它后面只能够是一个档案 不能够是一个变数 所以为什么要存档? 主要原因在这里 所以上面存这个名称 下面的话呢,那就用这个名称 OK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得到的结果 我刚刚讲过 它就把这个当一棵树 所以这个里面的东西就这棵树 所以我取一个变数名称叫Tree 那这个Tree要怎么把里面东西取的 其实就是点Get root Get root的话呢 就是把里面东西通通帮我带回来 所以呢,它就帮我把这一棵树 这棵树呢,它这个名称叫AQX 有没有,P02 不过就不管 反正它就是一个root 那底下的话呢 总共有好几个Data Data里面有五个栏位 对,那如果我要把里面的资料抓回来的话 很简单 就是For 什么呢 For Data Data指的就是它底下的东西 这个Data OK In 这个root 在这个root 所以这个root里面的话呢 我分别把它个别的 什么 有点像里面的资料分别拿出来 那怎么拿出来呢 我刚刚讲的 有点类似像前面的 我总共五个栏位嘛 所以我如果要串接的话 那一样我这边给五个大瓜符 后面记得换行 因为我最后 是想要把它输出成csv的 那怎么取得里面的资料 很简单 Data 后面记得加上中瓜符 第几个 蓝的话呢 那编号一定从0开始 里面的资料的话呢 就点test 所以哦 如果我要取得什么 取得这里面的第一个资料的话 那就是Data 中瓜符0 那里面的话呢 就这一笔资料 那里面的这个 这个 点test的话呢 就是指的是里面的资料 OK 那我就第一个资料 第二个资料 第三 第四 第五 OK 总共五个嘛 所以后面的话 就是Data0.test Data1.test 一直到最后一个 总共五个 然后一直到四 然后分别把资料带过来 那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五个栏位嘛 所以这个这边显示的话 就会有五比资料 五比瑞克 OK 那最后当然一样啊 把它存档 所以哦 XML怎么存档 一样嘛 因为我已经把它串接了 所以最后的话一样 把前面讲过的那三行 叫出来 F等于Open 可能给一个名称吧 这个名称的话 叫什么 叫PM PN25 然后底线XML 这样会比较清楚 前面好像已经有存过 这PN25了 OK 好 那点CSV 那把它写出去 然后OK 写出去的话 我们用F 跟前面一样 好 那最后把它Close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把它试试看好了 把它执行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料的话 基本上哦 就被写到哪里呢 写到我们的根目底下 那会有一个叫PM25 底线XML 的CSV 那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哦 它的资料呢 就被有带过来了 欸 不过会有个问题 啊 这边好像逗点多一个的样子 看一下 再关掉一下 看一下城市哦 这个城市的话 欸是不是啊 对 这边多一个逗点 难怪 所以多一个逗点 变成它换行哦 那再RUN一下 OK 那基本上的话呢 RUN完结果 应该就OK了 所以得到的结果 这样就OK了 然后把篮宽呢 再调一下 好 那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 那再来的话呢 请各位 练习其他的啦 当然 其他的那个练习 有几个方向 你可以从哪里呢 一样开放资料 资料集里面的全部 全部里面 你可以看到 在那个最下方 的 档案格式哦 这个XML 总共会有10941 你可以筛选 这里面就一堆了 那当然一样啦 我们也是照 之前的那个方式 浏览次数多的 有没有 诶 时下登录耶 有没有 这应该时下登录吧 OK 然后呢 再来什么 劳工体格 这个应该跟什么 劳动部的吧 然后等等的 这边相关资料 那另外其实 如果你不用这个方式 找XML 其他 还有什么方法 其实你会发现哦 像之前我们有找那个 比如说汽车切刀 那个切刀案件 有没有 其实哦 虽然他没有在里面 但是其实他 现在好像他都会提供多种的 像这个嘛 他虽然这边是CSV 可是哦 你可以看到他这边有 简释详细资料 他在下方哦 其实也提供了XML 有没有 虽然他上面没有 没有跟你讲说 有这个XML 但是呢 你点进来好像还似乎可以 而且我看了一下 他这个资料点击开来看看 这个XML 他会下载 那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格式哦 基本上好像也是OK的 也是可以拿来用 所以或许 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来练习看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反正呢XML 你们可以找 其他的 这个 范例 来练习看看 试一下哦